野菜界的LV 懂得人抢着药 不懂得当野草 当天闺蜜给我打电话 让我再给他摘一些这个马齿线送过去 他留着给他老公蒸野菜窝头吃 前一阵子他老公被查出来糖糕 虽然目前还不算严重 但如果再不注意 说就不好说了 让平时呢 一定要调节饮食 多吃粗粮 闺蜜听他这个糖糕的同事说 经常用马齿线蒸野菜窝头吃 不仅这个指标正常了 体重还掉了二斤呢 于是他就让我多给他摘一些 他要跟他老公一块吃 于是我就问了他蒸野菜窝头的这个方法 那能降体重这事我感兴趣 我也蒸一些来吃 取一斤的马齿线清洗干净 把它切成小段 加一点蒜 加一点盐 加一点五香粉 少放一点香油 锅头面 加一斤 里边再加一些水 把它和成比较软的面团 团成锅头 散锅蒸 凉水下锅 水开之后再蒸15分钟 野菜窝头蒸好啦 这个不仅适合糖糕的人吃哈 那平时你要想管理身材也是可以拿他做主食的 闺蜜他老公平时不怎么爱吃粗粮的人 居然非常喜欢吃这个窝头 还夸闺蜜的做饭手艺有长进呢 你以后如果再建这个马齿线哈 可别当野草扔了 平时想买都买不着呢 懂的人呢 都抢着要呢 那么再买ٰ 去着门 小肉